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样是这样的一个深夜 86年前 这支部队的前身 中国工农红军 闪干游击队 骑兵大队的将士们 手握江绳 潜伏在陕西省 巡邑县 直田镇 阳坡头 不同的是 他们面对的是 十倍于自己兵力的 国民党军队 由于敌强我弱 游击队主力部队 被逼入绝境 危急时刻 在敌人身后的骑兵大队 第一任大队长强龙光 猛地抽出战斗 带领一百多名骑兵 向国民党炮兵阵地 发起冲锋 这把刀 就是我爷爷党次 撒的用武的一把寨刀 在那时候 强少 只有马虫 倒砍 马死了 人再次 举些虫 举些砍 国民党地 撒猛了 我想到 慈兵大队 从后面撒过来 开始强制乱飞 一颗子 在从我爷爷 涂皮上擦过去 这下也好比 我爷爷就死死了 凭着誓死如归的气势 骑兵大队 打赢了 闪干游击队建立之后的 第一场硬仗 就是快 就是实 就是猛的精神 激励着他们 在边区抗战 肝南剿匪 边境自卫反击战 等上千场战役战斗中 取得胜利 1969年 骑兵第一师迎来了转型 由罗马化 向摩托化转变 昔日的大刀骏马 被现代化的汽车 和远程火炮取代 如何尽快适应新装备 形成战斗力 成为摆在官兵面前的 头等大事 部队的招备 逐步走向现代化 我们如何发扬 我们过去的船团 打出我们快的速度 猛的抓风 使得船团 简单的三个字 却是一代代官兵 面对挑战时 最朴实有效的精神激励 去年年底 伴随信息化装备的更新换代 新型突击炮 列装部队 官兵们仅用两个月 就熟练掌握了操作流程 但是面对复杂地域 和极寒天气时 官兵的操控 却频频出现差错 这让大家意识到 要让新装备形成战斗力 只停留在熟练流程上 还远远不够 只要我们思维模式不僵化 在战法训法上下足功夫 就没有翻不过去的高山 实现不了的目标 随后不久 部队首次开赴海拔 五千多米的高原 展开严寒条件下 实兵对抗演练 前人摆车破冰年雪 穿越茫茫无人区 人员和装备 都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无人区的环境特别的恶劣 一会儿刮风 一会儿下雨 很多人都出现了高原反应 大家身心都很疲惫 但看着作战时间的逼近 最后我们一咬牙 继续冲锋 即使在缺氧 我们也不能缺了精神 即使在江南 也不能丢掉骑兵的魂 军无器 巨不拢 兵无勇 打不赢 在一次次重大演训任务面前 官兵们始终坚持 以实战为牵引 构设复杂战场环境 加大训练的难度强度 把作战技能练到极致 把装备性能练到极致 练就着一招制敌的绝杀本领 历史的截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 面对改革转型 我们要充分发掘铁骑部队的革命传统和红色基因 努力担当起域外稳僵的强军重任 采访中记者深切感受到 虽然昔日叱咤江场的战马 如今正从人们的视线中渐行渐远 但就是快 就是时 就是猛的红色血液 贯通了这支铁骑部队的精神通道 催生出新一代铁骑官兵 精武强能的动力 即使面对转型强能 改革重塑 他们依旧冲锋在前 用勇敢无畏 不惧生死 一往无前的精神品格 续写骑兵的血性与担当 继续写骑兵的血液